天主你是我的产业 你是我的悲绝 我要得你的基业 由你为我守着 请把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 在你面前才有圆满的喜悦 这是大家共同的经验 生活除了有很多美好 爱 平安 幸福 也有很多苦恼 悲伤 忧愁 有很多痛苦 有些东西你能避免 有些你避免不了 你越想跑 它越追着你 尤其是痛苦 虽然痛苦我们都可以简称为十字架 你要是强行把这些痛苦 把这些十字架从你的生命当中拿走 那你同时也就不太能够品尝到 喜乐 幸福 平安和爱 所以人生容不得我们挑肥减受 我们要全盘接收 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的经验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 所有的十字架跟痛苦 是从谁那里来的 什么人给我们的十字架跟痛苦 是最多的 最大的 有没有想过 神父给你十字架吗 陌生人给你十字架吗 给你痛苦吗 不会 我们会发现 往往让我受苦最多的 就是我最亲近的人 就是我最在乎的人 我们中国人老说嘛 父母为孩子操碎了心 吃尽了苦 我们没有听到一个人说 我为这个世界操碎了心 好像我们不这么讲 就是为自己最亲的 最近的人 那为什么你会在自己最亲的 最近的人身上 受那么多的苦呢 你在我身上为什么就没有受那么多苦呢 在陌生人身上也没有呢 为什么恰恰是最亲近的人呢 因为你最在乎他呀 因为你最关心他呀 因为你跑到他的生命当中 你承受 你承担 所有在他生命当中发生的事 他发生了什么事 你就会担惊受怕 所以你跟那个人联系越深 关切越深 你也越会受那个人带来的痛苦 因此爱得多的人 痛苦也越多 什么都不在乎 太太不在乎 丈夫不在乎 孩子不在乎 当然没有苦啊 你可幸福了 所以如果你感觉到很苦 那是因为你很在乎某一些人 某一些事物 而且你不仅在乎 你甚至走到那个人的生命当中 跟他一起承受 一起承担某些事情 所以才会有痛苦 伯德鲁就不懂这一点 所以耶稣说 我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不是吃好的享受去 是要死在耶路撒冷 被耶路撒冷当局无辜的对待 伯德鲁一听这话 他就觉得很痛苦啊 你可不行啊 这不应该发生在你身上 你是我们所爱的老师 怎么可以这样的 我们不愿意你受苦 所以他马上阻止了耶稣 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 这个听起来不是很好吗 我们都不愿意 我们所爱的人 所在乎的人受苦嘛 结果耶稣马上择持伯德鲁 说你是魔鬼 退到我后面去 你注意 耶稣在福音里边 从来就没有说过谁是魔鬼 除了说魔鬼是魔鬼 从来没有说过人是魔鬼 包括耶稣最不喜欢的什么什么 法利赛人 司机长 撒多赛人 耶稣也没有说过这么重的话 可是为什么偏偏对自己最在乎的伯德鲁 上个主人还说 你是磐石 你现在又是 你是绊脚石 你是魔鬼 为什么 因为耶稣在乎他嘛 你在乎的人才会说真话嘛 你不在乎 你随便嘛 我每天夸你 你开心就好了 反正我不在乎你 所以耶稣也在乎伯德鲁 耶稣愿意让伯德鲁明白 什么是天主的路 什么是天主想要的 什么是天主的旨意 就像今天的读经 而刚刚读到的 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 最主要的事是要辨别 什么是这个世界的道路 什么是天主的路 什么是世界喜好的 什么是天主喜好的 从而能够抓住天主的路 走天主的路 那耶稣就给伯德鲁说 OK 你想的事 不是天主想的 你想的是人的事 所以你是绊脚士 你想救命吗 OK 你要先把命拿出来 你想获得吗 你应该先付出 你想到达复活吗 你应该先死 你想少一些痛苦吗 OK 你应该先跟别人一起 承受那个痛 所以耶稣给伯德鲁说的意思就是 你要做我的门徒 不是吧 你要跟我 是吗 你不跟我拉倒 你不跟我 你回家去 OK 你要跟我的话 你就要什么 跟我的路 走我的路 想我所想的 爱我所爱的 苦我所苦的 这样你才能够乐我所乐的 所以你要跟我一起承担 如果你不愿意 你就不是我的门徒 所以什么是教友 什么是基督徒 就是跟耶稣一起承担的人 如果耶稣为了自己 那当然就不用上十字架呀 自己耶稣也不用上十字架 耶稣是为了别人 如果你只是为自己 你当然也不用那么苦啊 但是你为了你的孩子 为了你的家人 为了你所在乎的人 所以你也愿意承受那个痛苦 因为你愿意跟他们一起承担 那耶稣的十字架 就是一起承担 耶稣也愿意我们跟他一起承担 今天的读经医 有一个先知叫耶稣米亚 原本天主招叫他的时候 他说我要让你做先知 你给你的同胞宣讲 给他们宣讲 耶稣米亚说 你爱找谁找谁去 我太年轻 我也不会讲话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 你难道不知道 给以色列人讲话 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 这个民族又固执 又软弱 爱背叛 不思进取 给他们人讲话 有什么可讲的 从来就是自讨苦吃嘛 所以耶稣米亚说 他不愿意 后来他也没逃过 天主的手掌心 他还是做了先知 今天的足精医 耶稣米亚又给天主抱怨 你看原先你说 你招待我的时候 我就说我不去 我不去 你看我去了之后 我给你讲话 我代表你讲话 别人讨厌我 别人辱骂我 别人给我很多的苦难 嘲笑我 对不对 你骗了我 你诱惑了我 你让我上当受骗了 这是耶稣米亚的话 但是耶稣米亚说 可是吧 另外一方面 我不愿意做先知了 但如果我不做先知的话 我又觉得 我心里边有一团火 一直在烧 烧得我不得不讲 不得不继续做你的先知 所以做先知 他一方面体会到痛苦十字架 一方面也体会到 这是他无能为力的 天主比他强 你跟天主打架 你的手永远是短的 你的嘴巴永远是哑巴 你讲不过他 你斗不过他 你只能认输 你只能听他的话 你只能做他的先知 你逃无可逃 有一个先知叫约纳 是不是啊 天主让他去 你另一位宣讲 他就不干 我不喜欢你给我派的活 他就跑了 跑了没有啊 没有跑掉啊 你怎么跑啊 孙悟空怎么跑出 如来佛的手掌心 好不了 教友也是这样 你不要跟天主斗 OK 虽然你觉得 目前的近况 你对天主很不服 你觉得 我要使天主 这个世界比现在更好 OK 那是你的想法 但是最终你会发现 天主的路 才是最好的路 为每个人 才是救恩的路 这个世界上的君王 很多都是破坏者 这个世界上的政客 很多都是说谎的人 但是我们发现 唯有那一个 愿意跟我一起承担 承受我生命当中的那个人 才是真正在乎我的人 比方说我亲爱的 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等等 然后伊勒米亚最终明白了 天主让他根本没有做什么大事 拯救世界 像梅瑟一样 带以色列人出离埃及 没有 天主让这个伊勒米亚先知 做的什么事呢 就是你要跟我一起承受承担 我的子民以色列 就是你的同胞 承受这个民族的种种 他们的鼠目寸光 他们的软弱 他们的背叛 他们的不思进去 他们的固执 你要跟我一起承受 所以这就是伊勒米亚的十字架 各位教友 你不愿意承担 你就会很轻松 你愿意承受 你就会比较不那么轻松 有很多的十字架 但同时 你不愿意承担 你也体会不到 什么叫做幸福 什么叫做爱 什么叫做宽恕 有一个人找到苏格拉底 他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 他说苏格拉底 我愿意跟随你 做你的门徒 但是我很穷 我不像别人一样 到你跟前 把他们的财产带来 奉献给你 我里边穷 外边有穷 我没有什么能够带给你的 我只能把我这么贫乏的自己 献给你 然后我跟着你之后 我就学习你内心的想法 学习你的思想 学习你的心理 苏格拉底说 难道你不明白 你给我的就是最宝贵的吗 说到底 我们到地上就跟前 我们能奉献什么呢 每个主日我们奉献几块钱 OK 这是很伟大的 我们奉献饼酒 也不错 OK 最主要的不是这些 最主要的是 把我们自己献上 内外都贫乏的自己献上 倒空自己 然后跟着耶稣 学耶稣心中所想 心中所爱 学耶稣的路 这就是耶稣说 如果谁愿意跟随我 该舍弃自己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随我的含义 各位教友 这个世界给我们出的点子 实在是太多了 是不是啊 总统给你出一个 市长给你出一个 广告给你出一个 卖保健饼的给你出一个 健身的给你出一个 卖酒的给你出一个 点子太多了 但是你好好地思索一下 到底是耶稣的话 虽然有点刺耳 到底是谁的话 最终更加对你有用 最终更加能够帮助你 成为你自己 帮助你能够找到你 你好好地思索一下 不是这个世界的 是真正耶稣的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良药苦口利于病 良言刺耳利于行 愿天主的圣言 一直在刺痛我们 一直在刺伤我们 好使我们能够往前走 与耶稣一起承受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圣神 将与基督一起承担吧 弥撒礼城 好